认识你,真考 作者,碑林路人 制作,水墨寒生 诵读,小人鱼 佛说,前世五百年的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那么,今世的与你相遇 是否是我曾经历了前世千百次的回首 我不知道,前世的我们 是否真的有缘 我只想告诉你 今世能够与你相遇 能够与你做一世的知己 真考 如水的日子 因为认识了你 而不再平淡 逝去的岁月里 因为有了你 回忆会更加浪漫 时空的遥远 并没有阻隔我们心的距离 我依然能够 在每时每刻 感觉到你的气息 我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 重复着单调的人生 相互聆听着 彼此心灵的地狱 远远地看着你 感悟着你 流年的风尘 在我眼前拉开了帷幕 我看见你 正穿着魔鬼的红武鞋 在旷野里风跑 我听见舞者的灵魂 在呐喊 那孤独的叫声 打湿了 我绣花的枕筋 我用我苍白的文字 为你点燃希望 我打开心窗 让你在我心的卧野 种植梦想 认识你以后 我不再是一只孤飞的大雁 我知道 在远方的异乡 也有一只雁儿 在细细地 聆听着我的心识 在用心 感悟着我生命的精彩 我们用语言 点燃起一堆堆篝火 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 彼此慰藉 彼此温暖 生命的旅途中 有你深情的注视 我会更加坚强 更加勇敢 在这冷漠的世界里 在这日趋隔膜 与生疏的城市中 能有一个人 还能够让你想念 让你牵挂 这样的感觉 真好 如果宿命中 注定 你还要漂泊很久 那么 就让我 在你将走过的路上 为你种植 一路的快乐 与阳光 岁月如歌 如歌的岁月里 邂逅了你 悄悄地 守着那一份默契 悄悄地 把美好的感觉 深藏在心的地狱 让那份关爱 向月光下的水雾 轻轻蔓延 散一路的芬芳 带木燃回首时 却不管是怎样的曾经 认识你的日子 我心快乐过 轻轻地握着我的手 从此 你的世界将不再孤单 相识在秋的斜阳里 守望着命运 安排的美丽传奇 不奢望 天长地久的永恒 只想说 天使你 真好 阳光 轻柔地 洒在路上 我的心 在阳光下 幸福 而快乐 我再次的男孩 是